再看一下這個數字 你中央第一階段的需求拉到41萬 可是第二階段的需求只有18萬 我們的醫療量能每一天是大概穩定的 4萬多的醫療量能 穩定的接種 我不可能說這個禮拜 突然配合你拉到兩倍 我下禮拜又降為 降到這個不足的 降到很低 這個對醫療院所來講是實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這張表 我們要告訴所有台北市的市民朋友 你在第一階段 你沒有預約到 請你不用擔心 第二階段252627就預約了 三種疫苗絕對都夠 甚至都會剩下 到時候剩下的 我們又回頭 要去跟這些 開出量能的醫療院所 跟他們說抱歉 所以 最後 我想我要 講一講這個 這個整個事情的一個感想 就是說 接種疫苗其實是 中央跟地方要合作的 很多事情 大家要互相的理解 昨天中央公佈了一個第一階段 把AZ跟BNT的這個數字 你把它公告出來 就會傷害到台北市多少的醫療院所 這些護理人員的心 每天他們這樣努力的接種 其實已經都非常辛苦了 還要受到這種不公平 不正確的對待 我們真的心裡面很痛 很痛 而且那個數字 你中央的需求數字 他都還是在 變化當中 都還在變化當中 也就是我一開始就提到說 你的需求跟實際上的預約數 都還有落差 那你這樣子為難了我們 讓我們台北市 在這樣一個 被披露出來之後 讓所有的工作人員 所有的醫院 都受到了委屈 我們覺得真的不是一個好的 一種態度 我們要如何合作 然後能夠把這些疫苗打好 而且還要打穩 我想才是 最重要 不要為了某一個人的 也許是一個 理想 也許是個目標 什麼時候要達成 結果弄得基層 這麼樣的辛苦 這麼樣的一個 受到這些委屈 所以我想 我還是要提到就是說 醫護人力 不能壓榨 醫療品質 不能犧牲 我們希望 接下來 無論是第12期 我們把它打好打滿 往後 還有很多的 階段要接種 希望大家能夠 互相的理解 不要再 造成地方的困擾 以上說明 謝謝